大家好,我是Chucha,歡迎收聽按部足球快訊 星期四凌晨,歐國聯半準決賽首回合繼續有兩場對決 當中馬德里體育會會主場迎戰多蒙特 馬體會最近兩次殺隊入準決賽,就已經是1617賽季 多蒙特就是1213賽季 兩支球隊今季都是分組賽以第一名身份晉級 馬體會在16強兩回合合計 與上季亞軍的國際米蘭打和,通過互射12馬獲得晉級 而多蒙特就是兩回合合計三比一圖泰PSV 現豪分 所回合的較量至關重要,誰能取得先機呢?就是會佔優 馬體會今季有主場之理,而斯蒙尼的歐戰經驗亦比較豐富 所以今季馬體會被看高一線 而馬體會經歷過山車賽季,球隊表現起起伏伏 歐國聯16強手回合落敗的情況下,次回合回到主場完成翻盤 而斯蒙尼帶領的球隊在歐國聯主場已取得連續9場不敗 自2023年起馬體會降賽事在主場只輸過比巴塞 以及不以包兩支球隊都有一定的主場威力 另外,自2000年以來馬體會主場面對甲球隊取得7勝4和 所以面對德國球隊都有一定的信心 留意,風扇上兩位人物,基斯文以及摩拉達 在面對多蒙特時都比較有心得 基斯文過去三次與多蒙特交手取得2勝1和並且入2球 摩拉達就五次出戰 與多蒙特的比賽取得3勝2和貢獻2入球以及1助攻 所以今季馬體會主場贏面是體高一線 至於多蒙特要走訪西班牙的戰績就不盡人意 歐國聯歷史上18次走訪西班牙只取勝3場和5場輸10場 至1314賽季以來,今季是多蒙特第四次入歐國聯半準決賽 之前三次歐國聯半準決賽都慘早淘汰 當中座客全部落敗 上輪德甲多蒙特0比1不敵史特加再次跌出職分榜前四 以艾迪爺美亦終止了連續兩輪聯賽有波合的出色表現 但要留意他們這些單一戰術其實都被防守大絲絲蒙尼看穿 講回球隊的主力攻擊手馬倫金像有望復出大狀態未知之數 所以種種因素來看,多蒙特金像的勝算會比較低少少少 立即下載M直播,無論何時何地 猶如置身現場,看盡足球、籃球賽事